马和山羊居然恋爱了 马叫二狗 羊叫金莲 你没看错 他们日久生情了 就算每次小两口出门都被邻居们不齿家唾弃 二狗也不会放在心上 反而更加嘚瑟嘲笑他们是一群单身狗 这份动人的爱情到底是怎么由来的呢 这是要从马二狗刚来马场的时候说起 那回他情绪不好不吃不喝 跟其他的小伙伴也不合逐 于是饲养员给他找来了这头黑山羊 在同吃同住的日子里 二狗对金莲越来越依赖 彼此熟悉了对方的味道 从此形影不离如胶似漆 这天马二狗独自去游泳馆训练 他总是心神不宁不耐烦的样子 不管教练们如何拖拉拽成 二狗就是不想下水训练一副 身无可恋欲欲广欢的样子 难道他是惦记一个人在家的小娇气吗 真是一会不见如隔三秋 无奈之下 工作人员只能去找杨金莲 这姑娘一路上连走带跑 满眼满心的都是想快点见到二狗 到了游泳馆 金莲发话了可以下水了 二狗这才安心的在水中训练 金莲也在岸上陪跑 好一副男更女之的画面 这该死的爱情的酸臭味 有时候只要男教练靠近金莲 都会被二狗一顿呵斥加威胁 坚决捍卫小娇妻 妥妥的护妻狂魔 哪怕小娇妻生气了 他也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 可是总会马有尸体的时候 这部小娇妻金莲不高兴 好几天不搭理马二狗了 憋了一口气的大只男马二狗 卯足了力气 赢得了马场比赛的第一名 将荣誉献给了小娇妻 终于哄回杨金莲 我的荣誉也是你的一半吗 妥妥的霸道总裁啊 真是五百年一次的许愿 换来今生的相伴 愿二狗和金莲 一直能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观众朋友们点个赞给个祝福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这奇妙 而有趣的动物世界